在缅甸日薪20块钱的小妹 来到中国做翡翠原石 一天能赚多少钱 咱们今天的话去一个朋友介绍的中介那里 咱们的话现在马上到了 看一下 这里 有信了 叔叔了 OK 有信了吗 可以来来来 咱们进来 我直接进来 我压一压 没事没事 那个我是那个朋友介绍过来的 说你这里有料子 要给我看一下 眼睛没睡觉 好 这个地方就到了 好 这里吧 这里吧 哦 我们来到我们家不好了 好 我们来到我们家 对我们家里面上一天吗 哦 应该了 慢着累了 别忙了 哎 慢着累吧 哦 他跟我说他来这边的话 来的不是很久啊 所以他的中文的话会说一点点 他说他以前的话是在曼德德那边 做服务员的 哎 你都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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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人家做服务员一个月多少钱吗 多少钱 30万免币 30万免币 那就是多少钱 现在的汇率算一下的话 30万的话 人民币的话就600多 差不多600多啊 现在的汇率10万是200吗 差不多对不对 哇 那你折算下来一天的话才 20块钱 20块钱 哦 妈的 20元 对吗 对吗 OK OK 交票 OK 他拿那个料子给我们看啊 咱们的话做你看一下 我问他来这边顺不顺利 他说还是挺顺利的 这边的话是跟朋友一起过来 然后朋友带着一起做的啊 OKOK 那我先看一下料子 咱们先带你们看皮壳啊 这皮壳的话 会看得到一些苍蝇翅 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个料子的话 它可能会存在一个肉粗的一个情况 带你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这里啊 看到没有底色是很漂亮 但是的话从皮壳也能看出一些东西 就说明它的一个肉啊 稍微会粗一些 看到了吧整个料子 其实它完完全全都是熟透的 这个料子可惜就可惜 在它的那个肉啊 稍微粗了一些 苍蝇翅有点明显 都是底色是漂亮啊 对 这底色很漂亮 所以这种货的话 就看你雕什么了 如果说你去雕人物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适合 它的一个肉粗嘛 棉会有点重对不对 它就比较花 如果说你拿去打猪子啊 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香水排 对 你去雕一下去调一下那个水啊 调水以后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 是蛮不错的 这一块 ok这个不错 我再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料子的话 压登给你们看一下啊 咱们先看皮革 压登的话 这些地方的话 是有一个黄色的一个物层 墨西沙的一个料子 这料子呢 开窗有点小啊 来哦 这里的话有一抹绿色 它把它给它打出来了 而且还会有一点点 变弱了的感觉 看到没有 到这边就更弱了 嗯 你妈咱们再补 这个不太喜欢 我让你逮了 没事没事 没有 这个我不太喜欢啊 他说那个你拿去嘛 便宜一点可以弹的 来我看一下这两个 来这一块开窗面的话是蛮大的 目前这一个面开窗的话是完整的啊 有手镯这块料子有手镯位可以玩 翻沙的话是比较细的 这块料子的话 它那个肉质就比刚刚那个细啊 但是它这个底色的话就稍微欠了一点对不对 另外那一块它那个底色会更漂亮一些 来我们聊一下这两个吧 缅甸小妹极力推荐她的每一块石头 她作为一个中间人 卖了石头才能赚到钱 才能继续生活在中国 这地方她要给我她跟我说这个料子也不错啊 她还是很想卖给我说可以便宜一点 让我跟她谈一下 我说这料子的话其他地方的话也没有色 而且有变住那个情况 而且这料子的话牌子挂件嘛 手镯的话也没有 所以不是特别喜欢啊 其他地方的话表现也不是那么明显 这个门戒布妹妹 哦有来吧 我给你带来了 哪儿都挂不掉了 哪儿都挂不掉了 我问她这料子是不是她的啊 然后她说这料子的话是她朋友的 那我说你卖的是不是有白卡 她说是的 然后我就直接问她 我说你能得到多少钱的白卡 这个妹妹也跟我讲了 如果说卖了10万的话 那她就有5000的一个白卡 那就相当于是5%啊 对不对 没错哈 那这两个料子的话 打不到要么呢 打 打 打了5万左右 打过 打了 打电 打电就9万 哦 ok ok 我先给个价好不好 今晚这一百秒 要以后生没了 好 这个料子的话 刚刚也带大家看了 底色是蛮漂亮啊 这种底色的话 它不便宜 做一些伤水牌的话 起货是很漂亮的 整个料子的话 完完全全不变种 看到没有 你们看着我压灯 是感觉像那种 就是裂的不行 对不对 但这料子的话你们看 它不一定啊 不会的看到没有 这边的话它也是同样的表现 开出来也是没有裂的 它只是肉比较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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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2万5吧 你帮我问一下 我跟他说这个3万5 这个2万5 让他问一下 咱们稍微等一下 等妹妹打个电话 我顺便研究研究 看一下 看到没有 像这个料子的话 它的 你看这里有一点点底色 看到了吗 很漂亮 而且这一个的话 四六大牌已经是稳稳了 咱们如果说小旺的价格 能拿下的话 那是相当不错 这种料子的话 它底色比较清爽 打珠子也很好 等一下它 咱们稍微等一 好 你帮我好好说啊 等一下啊 来我看一下两个 3万5的2万5 小妹也是特别想卖 所以帮我说了很多好话 这料子的话 我一定给她加了一千 她来打电话 可以哈 太好了 谢谢你妹妹 真的是她有好好帮我讲 这两个料子的话 我们后面的话 这个的话 我是给她3万5 这个给2万5 然后让她问的 她问我能不能加一点 加一点的话就可以 我就一个给她加了一千 她把我弹下来了 两个料子的话 差不多就是 咱们6万2收下来 我算一下这个妹妹 今天赚了多少钱 她听不懂中文啊 我一会跟她讲 6万2是吗 对 1 2 3 1 2 3 乘以0.0 5 3千1 3千1 那相当于5个月的工资哦 哦 但龙教养营 他说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他说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在这边的话 也不是天天这样子 大概就是得卡得了 有时候嘛 很开心 走吧那你跟我去拿钱吧 钱在车上 咱们瑞丽的话 咱们瑞丽的话 为什么你看那么多免籍劳务 他们喜欢来瑞丽这边工作 因为咱们这边的工资的话 对比他们国内的啊 真的是天差地别 你知道吧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聊过啊 一个大学老师的工资才多少钱 一千多两千块钱都不到 一千二三这个样子啊 然后你看这个妹妹她在服务 那个做服务员 在人家饭店里上班 然后也就才人民币的话 600块钱 600块钱 在咱们中国的话 可以说是往后退20年前的 那个薪资待遇了啊 所以说你看 不管是他们的公务员也好 或者就是在 一般的出去打工上班也好 对比中国这一边 来中国这一边的话 一是安定 二是能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他们很愿意过来 中国这一边上班啊 来走吧 咱们的话现在回公司啊 本条视频的话先记录到这里 如果说你也喜欢翡翠 喜欢杨老师 看完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爱你们